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宏敬是唐朝的一个吏部上司 后来皇帝把他派遣到了幽州做节度使 幽州在哪呢 幽州相当于现在中国大陆北京这个区域 当初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 安史之乱的起源 张宏敬来到幽州以后 对百姓也好 世俗也好 都有一种主观一段 什么主观一段 他认为幽州这地方的人呢 都不是好东西 为什么 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 他们叫反臣的后代 张宏敬啊 还叫着两个富江 一个是伟雍 一个是张宗厚 这两个人呢 到了幽州以后 也可以说是猥琐以为 怎么说呢 半夜带着士族出去喝酒 喝酒了 喝醉了 带大家一声唱歌 盒子的扰民 这老百姓半夜睡觉 听外面谁的狼狐鬼 好着谁的啥 出来一瞧 呦不敢有官军 这两个人呢 不止骚扰百姓 对幽州这地方的士族 也是非常刻薄 常常常就批评他们 说 喂 你们呢 力气这么大 有什么用呢 你们能拉两个弹弓 不如认识个钉字 什么意思呢 这钉字啊 是最简单的字 意思就是说 你能拉两个弹弓的力量 你不认识个钉字 没文化 你现在一无取胜 不行了 你们都反臣的后代 老这么讲 军事心里 就有一种愤怒 后来 朝廷之中 发放了 一百万冠下来 犒赏三军 张鸿敬 就从当中 拿走了 二十万冠 中饱私囊了 他这件事情 也没跟朝廷说 也不知道谁 把这件事情 给流传出去了 幽州的士卒一听 呵 这给我们派来什么会儿 这叫什么节度史 他不说咱们反臣后代 干脆咱们 反了 之后 就把张鸿敬 韦雍 张宗厚的三个人 全都给抓起来 后来还把他们都给杀了 目不试丁这个成语 也由此流传下来 目不试丁这个成语啊 原来是指 韦雍和张宗厚批评手下 士卒当中所用的用词 后来演变为 一个人 没文化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 下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